在天文所的老师、学长姐、学弟妹,大家好 我是98年从我们天文所毕业的检证中 那我的指导老师是叶永炫叶教授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火星的南北极冰层 高度随季节变化的情形 那火星一直是很热门的一个星星 因为它是大概我们太阳气除了地球之外 很有机会有生物生存的一个地方 所以资料非常的丰富 那我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在南北极、槟城 在不同季节高度变化的情形 那我们是利用这个美国太空总署 还有欧洲太空总署的卫星仪器 透过一些计算 得出高度在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变化的情形 那这些高度变化值对于火星的大气压 以及火星的气候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第二个主题是在火星南半球高纬度地区 有一种很特殊的地形 称之为Spider地形 那这种地形呢 在火星南半球春夏之际 当这个冰层慢慢升华 不见之后 它会显露出来 那露出来的形状呢 有点类似 就是蜘蛛的这种很多只脚 这种情况 那我们称之为Spider地形 那我们希望透过高解析度的影像 在不同时间 再加上这个高度的变化值 来建构这个Spider地形 它形成的一个model 这也是这个其中一个主题 那这个Spider地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在我们太阳系 除了火星等南半球之外 是没有发现其他地方 还有类似像这种地形 这也是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我的工作经历 主要都跟科普教育有关 之前是在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然后到台南南医科学教育馆 然后在大学兼课 那这个科普教育的对象 从国小中学高中大学 到社会各年龄阶层都有 那我是希望说 可以将我在天文所所学的知识 还有研究的一些成果 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未来希望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 主要也是在行星科学方面 尤其是在火星方面 希望可以继续有一些成果出来 那也希望有兴趣的学弟妹可以一起加入研究火星的行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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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